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示範 為摩卡示範的水彩花 技法 運用在你的卡片上面 先前我的粉絲頁 我有分享 如何在你的相片頁裡面 做這樣的技法 那今天呢 想來為摩卡示範一下 怎麼樣運用在卡片上面 那這些就是我今天要使用的水彩紙 它有很多 不同的顏色 那這些是我覺得 我今天想要用 也適合今天要示範的 一些顏色 看我這邊有一杯水 然後還有我的水彩筆 我的水彩筆呢有 medium跟large 那我就是用medium跟small 不好意思 所以我用的是medium 大部分使用的就是中型的筆尖 那首先呢 那我會先用 筆來沾些水 然後呢 再到我的水彩紙上面去帶一些顏色出來 然後到 我所要用的紙的表面上來 做 圍畫的部分 那因為水彩呢 就跟其他的 藝術一樣 就是非常主觀的一個藝術 那就是你覺得 你自己喜歡什麼樣的創作方式 跟什麼樣的 效果 就是看你自己 沒有什麼對錯 小作的好處就是它沒有什麼對錯 所以呢我們可以隨性的揮灑我們的創意 來跟大家分享 所有的技法 包括所有的 示範的DT在摩卡上面示範的技法 不論是手作卡片 或者是任何的 Elter Project 或者是相片頁都是可以使用的 不拘泥於任何的心事 不要分說 卡片就只能用卡片的方式 彩印就只能用彩印的方式 其實彩印的方式也可以用在相片上面 相片的方式也可以用在 卡片上面的 那我們在配色的時候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技巧 因為我不是學藝術本科系的 我只是純粹喜歡水彩畫的效果 所以我就使用這樣的技法 如果你是非常專業的藝術家 或者是 是藝術的老師 學美術的老師也好 歡迎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較 專業性的東西 那今天呢 我只是來分享一個我很喜歡的東西 我的熱忱 我的熱情 希望大家能夠 能夠感受到我的熱忱 那我主要的顏色都好了之後呢 我會加一點水 或者是加一些其他顏色 然後把它blend in 讓它看起來更自然一些 好 現在呢 就讓大家看一下我的成品 這是兩種不同的紙的上面的效果 這個是 AC的card stub 是比較有 上面有texture的效果 然後這一張呢 是我們多半在使用文字記錄卡的 在那個pl上面使用文字記錄卡的 格子方格紙 那其實方格紙上面呢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來裝飾你的project life的卡片 也是非常的好 或者也可以用在手柱卡片上面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 稍後會跟大家示範我的完成的成品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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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